世界真精彩,赶快看一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2月19日开录者的快看新闻 首先是一则关于新冠病毒的消息 2月17日,根据媒体报道 美国科学家意外发现 英国和美国的变种新冠病毒 竟然合体成了一新变种病毒组合 这是第一次在新冠疫情中发现这样的情况 这也引发了有关新冠疫情可能进入新阶段的警告 现在美国各地都有疫情逐渐趋缓的走向 然而医学专家反而为此感到担忧 因为他们发现新的变种病毒似乎正在美国加速发展 而现在对过往病毒的确诊病例下降 可能会让人以为疫情已经过去 白宫对抗疫情小组资深顾问安迪·斯拉维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变种新冠病毒极可能毒性和传染力更强 若美国政府和人民太早放松警惕 将很快面对下一波反扑 防范变种病毒最好的方式 仍然是以最快的速度为大部分民众接种疫苗 同时维持戴口罩和社交距离防疫 美国疾病管制与防疫中心的数据显示 过去两个月 新冠变种病毒已经入侵39个州 另外华盛顿大学卫生指导与评估研究所最新的模型显示 若不继续控制病毒传播 未来三个半月还会有13万美国人丧命 接下来是一则来自美国的消息 美国纽约州对抗新冠疫情的成效一度成为全美典范 州长库默更是被视为防疫英雄 然而最近爆出隐瞒养老院新冠疫情 并陆续有官员出面公开表示 这才是库默的真面目 美国媒体CNN也立刻停止了 由主持人克里斯·库默 也就是州长的弟弟对库默的采访节目 上个月纽约州爆发隐瞒养老院新冠疫情的丑闻 州检察长詹乐霞发表报告 显示州政府公开养老院死于新冠的数据不实 明显用造假来隐瞒处理疫情不利 导致大量死亡的事实 报告发布后 州长库默并未对此道歉 坚称 州府公布的养老院疫情数字是完整而准确的 只是公布时间有延迟 此举引发州议会和各界指责 要求库默承担责任 州众议员金对锡则反对库默的说辞 并指出他曾数次受库默电话威胁 18日 前副州长麦考伊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 也都表示支持金对锡说法 打威胁电话是库默在政治界惯用的手段 而野蛮养老院疫情只是他真正腐败的冰山一角 先前 库默的前高级助手波科科已经因腐败被送进监狱 并由于养老院事件持续发酵 美国司法部已经下令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 并发出相关传票 州长库默则坚称 没什么好调查的 州政府则表示会全力配合 没有任何隐瞒 接下来是来自以色列的消息 媒体报道 以色列公司Cornet在近日开发出人造眼角膜K-Pro 这是全球首款不需要器官捐赠的人造眼角膜 一名失明近10年的78岁以色列男子 最近接受了Cornet公司开发的K-Pro人造眼角膜手术 当手术完成拆下绷带时 男子立刻恢复了视力 能够认出病房里的家人看清视力表的数字 这一消息为眼科医学带来极大的鼓舞 相比传统器官捐赠眼角膜的移植 人造眼角膜K-Pro的植物手术更为简单 愈合时间、伤口和后遗症更少 几周内就能完全融入眼壁 替换受损或是变形的眼角膜 并且由于是人工生产 可以解决器官捐赠眼角膜短缺的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每年平均新增100万人 因为眼角膜疾病导致失明 而来自器官捐赠的眼角膜远不足够 平均一个眼角膜有70人排队等候移植 接下来是教会机构消息 由于北极冷气团南下 使得美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 中部地区更因为大雪、洞雨、恶劣气候 造成能源供应陷入混乱 电力公司启动轮流停电 以避免电力需求激增压垮系统 在德州 寒间的天气导致电路网路崩溃 数百万居民受重大影响 全美自2月15日起 受强烈冷气团大雪侵袭 至今有48州受到低温降雪影响 7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许多州的天然气管路 与风力发电机都冻结 无法供电 影响美国东岸超过五分之三的燃料供应 而位在南方的德州 雪灾最为严重 以创下自1989年以来的最低温记录 数百万的居民处于停电停水的状态 道路难以通行 多人冻死 当地还有水电供应的教会 已经开始开放教会 并紧急招募志工 帮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进入教会避灾 同时维持防疫安全 教会并发出呼求 恳求主内肢体紧急带导 让教会有能力帮助受灾民众 也盼望受灾程度能很快降低 民众的基本所需能得到供应 根据德州电力可靠委员会18日表示 绝大多数用户已恢复供电 不过电力使用追踪网站统计显示 目前仍有数十万德州民众处于停电状态 德州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减少外出 以免发生意外 日前 全球最大伊斯兰国家 印度尼西亚任命一名基督徒 李斯蒂奥·西吉特·佩拉波奥 为国家警察局长 这是自1950年印尼建国以来 第二位担任此职位的基督徒 虽然这项任命 曾遭到印尼最高穆斯林神职机构 印尼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的强烈反对 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与第二大组织穆罕马迪亚 却公开表示支持 让反对声浪无法发生影响 印尼基督教协进会 则致意欢迎 新任国家警察局长帕拉波奥 认为这项任命实现了 印尼迈向民主、自由与法治国度的 长眼愿景 同时也显示出 每位印尼公民都有权担任 领导职位 为国家效力 帕拉波奥公开承认 将改善印尼警队 建立可信赖与透明的警察系统 解决印尼少数民族 遭受歧视的问题 并对抗极端主义 支持宗教自由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确保公众安全 接下来是一则机构消息 基督使者协会 与国际真爱家庭协会 以及协办的 大洛杉矶华人教会同工联会 费城华牧团 共同在今年3月 举办线上教务同工讲座 断背山域真彩虹 讲座内容 从圣经的真理与基督的爱 装备教会和信徒 回应现今时代的同性恋议题 扩张在神家中牧养的账目 讲员杨福济真博士 2018年正道神学院教务博士 在洛杉矶南湾宣圣会 与丈夫杨平牧师搭配侍奉 多年来帮助华人教会 建立关怀同性恋者事工 讲座时间 3月8日、15日以及22日 美东时间晚间7点半到9点半 报名以及费用详情 起见基督使者协会官网 或扫单张上的二维码 3月1日截止报名 最后是一则开录者消息 为满足众弟兄姐妹的需要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的 伴我同行随身听 粤语版有更新 新版的伴我同行随身听 不但内容 有开录者过去30多年来 制作的圣经书卷查经节目 赞美诗歌、明修单元 粤语版更增加了新的内容 另外 随身听机器也有全新的外观 希望能更方便大家使用 这就是今天的开录者快看新闻 感谢收看 请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